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2月22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怡婷 天气还是感觉湿湿冷冷的 但其实寒流已经悄悄在减弱了 像是在北部这边的温度 也是从前几天的10度左右 回升到了15 16度 不过听起来呢 整体气温还是蛮低的 主要就是因为冷空气强度减弱之后呢 还是有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所以整体真的要变暖 还是要到25号 也就是星期五 那是这波雨呢也还没有停 可以看到在东北部地区 还有中部山区都飙上黄色 气象局针对这些地方 是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 整天还是下着雨 其他各地降雨是比较短暂性的 而我们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在大陆冷气团以及花嫩雨 缺点影响之下 各地又湿又冷的天气 还要在两天 我们预估星期四开始水气减少 所以澎湖基本马祖 以及中南部地区的雨会逐渐停了 甚至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会越来越的比较短暂 星期五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 各地的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我们也预估周末的228年假 将是大部分都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而且温度会比最近来的暖和许多 持续寒冷的天气雨又下不停 是连农作物都受不了 累积农损金额已经超过了600万元 以中部地区是最为严重 像是高阶梨碎 栗子草莓甚至是央苗都受到了影响 至于在叶菜类的部分 则是因为还在生长期就碰上了大雨 所以卖相不太好 导致平均菜价上涨2到3成 菜饭热情叫卖 虽然外头下着雨 一早冰江市场 还是有不少家庭主妇来采购 不过菜买齐了荷包雀大缩水 贵20多块 什么菜 以北农蔬菜批发量来看 二月中旬交易量1600多公顿 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影响下 22号只剩下1195公顿 平均价格也涨到每公斤35.4块钱 你采出来 损伤严重 我们不买 消费者也不买 对不对 菜价真的贵 最近天气人也采摘的输量 来得比较少 这都会影响到价格 加上过年都采摘完了 现在都还在 还在还没长大 寒流加上雨下不停 不止蔬菜长不好 全台都有部分农作物受损 以中部情况最为严重 包含高阶梨碎草莓以及秧苗等 农损范围恐怕还会越来越大 目前农损资料大概损失有加近606万元 如果你有损害的情形 应该赶快到公所去做一个通报 那公所会把受损的资料 汇整到县市政府 农粮署表示 如果灾损持续加重 将会启动勘灾程序 沿拟相关的补助方式 来新闻高临的电影中 台北报道 寒流威力墙 离岛的澎湖也创下6年来最低温记录 刮起了10年来最强劲的东北风 除了至少有3个人是因为天冷猝死之外呢 海洋生物其实也很难撑过这波低温 沙滩上面出现了一排冻死的珊瑚礁 还有鱼类 就连绿西龟也是搁浅在海滩奄奄一息 可以看到安检所人员案记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已经失温的绿西龟 紧急进行包覆保暖 并且装箱带回水产试验所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进行安置观察 受到含害的除了绿西龟 也有不少珊瑚礁与泪 因为低温已经达到他们的耐受值 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死鱼被冲上岸 好天气这么冷 很多人都想要寻求一些小配搏 来让自己保暖 其中这个方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那就是透过饮酒来暖身 但其实呢 这个在医师眼里是超NG的方法 因为医师说喝酒会让体温上升 没错 只是又会马上又下降 反而容易失温 天气寒冷 医师表示喝酒会使得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皮肤血管扩张 使得体表温度增加 让人误以为可以保暖 刚开始喝酒 一开始会胸口热热 然后到后面一点 就是酒醒之后会比较 身体会觉得冷 所以很多人可能喝酒的时候 他会觉得会有温热感 那其实在温热感的过程 其实我们因为血管扩张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是会 体温会丧失的 所以有些人他会类似说 会有类似湿温的表现 喝酒后还会出现流汗 意识模糊及失去战斗能力 肌肉过于放松后 造成体内产生热能减少 酒焊热之际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感觉自己的体温 正在丧失这些热度 可是假如当你一出去 假如你没有及时的有这些外套 衣服去做相关保暖的动作的话 那就有可能到外面会忽然 跟外面的温差会很大 意识建议寒流来袭可以多运动 提升体温 让身体更保暖 大爱新闻 蔡佩英简缘辑 台北报导 接下来关心国际方面消息 乌克兰危机四伏 原本以为俄罗斯和欧洲 在热线之后 情势会稍微趋缓一些 没有想到俄罗斯 马上又放出了震撼弹 总统普廷在电视演说中表示 承认了乌东的 顿巴斯地区 就是地图上标的这两个地方 是独立的实体 所以就派出了军队 来进驻展开维和行动 俄罗斯的主张是说 乌克兰不只是邻国 更是历史文化 还有精神世界里 没有办法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之间是朋友 也是家族关系 彼此不应该是敌人 不过这番话 听在乌克兰耳中 当然是不公平的 所以总统也说了 认为俄罗斯已经在破坏和平 这两个地方仍然是属于乌克兰 没有欠任何人 也不会让给任何人 乌克兰危机再度升级 在乌东两处分离地区请求下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21号晚间 宣布爆炸性消息 宣布完毕 马上提笔签署友好协议 这代表俄罗斯 可在不违反 明斯克协议的状况下派军进驻 俄罗斯国防部也已经接到指令 消息一出 国际一片哗然 地陶宛 埃沙尼亚等波罗地海国家元首 接连发文谴责 美国总统拜登发出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公民在这两个共和国 进行新投资 贸易以及融资 镜头回到盾内此刻 有民众上街庆祝 但也有人似乎无感 就怕战火当真爆发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美方也跟乌克兰总统就撤离首都的计划 展开讨论 大家喜欢收看编译 可以看到各国都是严正以待 因为这个引起的不仅是战争 还有很多经济资源都会一起受到影响 比方说天然气 各国现在都试图来和俄罗斯沟通 因为他们很担心握在他们手中的天然气资源 会因此被切断 而现在这些北半球国家又都处在寒冬状态 假如说俄罗斯真的把能源当成武器 那如何撑过寒冬 对许多国家来说又是一项考验 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最大供应国 其中德国的依赖程度更是高达了55% 德国表示只要没有出现反常的低温 应该还是可以撑过今年冬天 同时当地的外交部长也表示 假如俄罗斯以天然气作为谈判筹码 将会不惜切断去年完工 不过还没有批准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要用高昂的经济代价来制裁俄罗斯 其他消息要来看到西非国家 布吉纳法索一处非法的金矿场 21号发生了爆炸 包含了妇女儿童在内大约有60个人死亡 还有数十人受伤 可我们来到处的区别打扮了 和安全地的保护 我们在并延连了 因为第二个区别是离开的区别 我们来到处理 首先要先保护了 并且先保护了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满目疮痍 安全人员拉起了封锁线 官员表示不少伤者状况危急 所以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上升 目前推断爆炸的原因 是铁皮屋存放炸药来酿货 和恐怖攻击没有关系 不过确切的状况 还是要再进一步调查 疫情的部分 英国在欧洲是首开先例了 政府正式确定要从24号开始 也就是后天解除所有防疫限制 不强制打疫苗也不用戴口罩 连确诊者都可以到处趴趴走 强声表示24号开始 包括对于确诊者的强制隔离 接触时追踪全部都会取消 还有密切接触者也不需要隔离 以及免费筛减只提供到3月底 强声表示新冠病毒不会突然消失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会共存 但是工卫专家还是担心 解除限制之后会让染疫的患者激增 镜头回到亚洲地区了 来关心日本 暴风雪也是持续发威 出现了炸弹低压 让交通大打劫之外 意外事故也是频传 目前已经有一个人丧命 20多人受伤 狂风暴雪行人是举步艰难 有些地方能见度几乎为零 导致有100多十辆的汽车受困 日本已经超过上百航班取消 还有1000多班的列车也停驶 200多所学校被迫停课 气象厅预测大雪还会持续一天 政府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出门了 看到日本北海道市降下暴风雪交通大乱 甚至是造成伤亡 今天早上上人在志工早会也提醒 人伤我痛人苦我悲 菩萨发挥爱心 走入苦难救援之外 也可以透过平日的如素护生 做众生的贵人 寒冬 受寒受冬 受欺恶 怎么样过日子 富裕了人人发挥爱心 世间已经历史建立起来 很坚弃 但是很多菩萨在人间 而且很多苦难人得救 不过一多长时间看看这事 给我休息的时候去了还可以睡 天下不平安啊 众生公业 气候的变迁 这跟众生业力 都是牵连的 恶性循环 他也在富裕哦 如素啊 也要学校都要如素 可以让百多万人啊 都可以如素 完全数的卡片 上面写着一秒钟就有2443只动物被杀 所以我觉得动物很可怜 他们不应该因为人类的口服之欲 就这样被杀害 这就是真正的众生 要动物救命之恩 这就是贵人 要保护动物的贵人 在斯里兰卡的礼节当中 满月日是佛教圣日 也是国定假日 那在这一天呢 市场上是不能卖酒 也不能卖婚 还有电影院等等娱乐场所 都是要休息的 当地慈禧志工呢 就利用每个月的这一天 举办了人文课程 他们推诉的影响力 看得见成效 鹰嘴豆也称为雪莲子 和红豆一起煮熟捣碎 塑形经过热尖成为汉堡的主角 满月日是可伦波茨记人鼓励速食的最佳时机之一 斟酌食材数量接近零厨余 干净不浪费 大爱新闻维多利亚 斯里兰卡报道 今天2月22号是营养师节 花莲慈苑的营养科团队呢 就在今年特别推出了 木心木爱捐疫苗活动 是由营养师亲自制作手工全素饼干 易卖之后呢 所得将会全额来捐赠购买疫苗 专注的分割饼干面团 这些不是糕点师傅 是花莲慈祭医院的营养师们 修一些脚 因为它厚度不一样的话 它烤的时候怕它就会焦掉 庆祝营养师节 精心研发全素的手工饼干 前后应该有试了十几种的配方式过 最后才调整出现在的三种口味 都是以燕麦还有杏仁粉 这两个来去做它的饼干基底 无蛋无奶无糖 相较于市售饼干 吃起来更安心 那说我们的全素饼干当中 是不使用精致淀粉的 它是由麦片 油脂的部分也是从坚果类去提供 那说一个饼干 它是没有奶制品 没有鸡蛋 那更爱护我们的地球 它是没有动物性的成分 植物性的饮食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 达到需要的营养素 灵活灵活 一包包全素饼干 不仅健康满分 还能募集爱心 这是还蛮健康的 就是我觉得同仁吃起来 也没有负担 然后可以一起做这个爱心这样 做一些好吃的饼干 又好吃 又可以做募款爱心活动 很赞 小小的力量发挥出去 我们藉由做健康的饼干 然后卖给同仁 那同仁这份善意 又可以捐给持继的疫苗 不只说是付持了爱心 我们也付持了它的健康 但选花莲综合报道 帮助作物漂亮的生长 很多农民都会来撒农药 不过这个却有害环境 于是在高雄 就有三位国中生 经过一年的研究 研发出一种无毒农药 能够有效抑制害虫 获得了全国科展的第一名 开心农场要如何除虫 又不迫害环境是一大挑战 像之前的玉米 它就引来很多的 像牙虫 我们还是希望说 它们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改善 这些虫害的部分 明华国中学生参加科展做实验 发现无毒环保的出虫配方 比较之后 发现在加入丹宁酸的情况下 就是致死率提升了很多 希望它是一个对大地友善的农药 最初使用丹宁酸水溶液 却因牙虫身上有蜡粉 无法产生效用 需要借助秘密武器 你听别人讲的时候 你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科展最大的收获 勇夺科展冠军 透过同学 我们看见台湾发展无毒 有机农业的无限潜能 当然新闻续前 王焦中高雄报导 健康话题来看到 国内每年慢性肝病 肝硬化还有肝癌的死亡率 都破万人 其中有八成肝癌 起因都是因为BC型肝炎所造成的 为了及早发现治疗 国健署就放宽了BC型肝炎 渐检的年龄 让45岁到79岁的民众 提供终生免费一次的筛检 肝病肝癌常年名列国人十大死因之中 为了让病患早期治疗 国健署2020年9月底推出让45岁到79岁的民众 可以终生免费筛检一次 原住民甚至提前到40岁 成效显著每年筛检量大大提升10倍以上 过去只是限于内科或者家专的一个专科医师来特定的医师来做筛检 那我们在3月以后扩大所有的专科医师都可以来做成这样的筛检 从过去的大概每年1.9万的服务医师 然后会扩大成3.4万的医师来帮忙 只要年龄符合资格的民众到健检单位 简单抽血就能检查 有症状做后续追踪 如果确认是C肝病毒 健保全额给付口服新药 治愈率可达98%以上 更省下约20万元的医药费 年纪比较大的 它的族群 多到B肝跟C肝的机会比较大 集中在60岁前后 过去治疗大概比较重要的是打针加吃药 这个就长达半年到一年 那副作用很大 我们现在口服的新药出来之后 所以只要诊断好 我们只要来让他投药 明确地吃两到三个月 停药之后观察三个月 没有病毒就是毕业 医师表示因为肝脏是很沉默的器官 等到有症状都已经是肝病末期 现在治愈几率高 重点就是要把病人找出来 早期治疗就能有效阻断 演变成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大新闻前线李建宽台北报道 疫情以来许多第一线执勤单位 都要求要穿上防护衣 包含领船进港的饮水人 也是不例外 但是他们的工作性质 其实是穿得越精简才越方便 所以在防疫之下 反而会增加不少工作风险 饮水人在大海与大船之间搏斗 大船小船摇望不一致 爬与不爬 只有十分之一秒时间决定 因此影响活动的穿着与障碍布 都要尽量去除 但遇到疫情 饮水人站在第一线领港 除了原本身上的救生衣 还要再穿上防护衣 护目镜装备 台中港一名58岁饮水人 冒着大风长浪临港 不慎落海身亡 实际执行后 发现穿上防护装备 增加饮水人工作风险 主管单位做出弹性调整 可以依照船舶的动态 还有天后的状况 它去斟酌它的穿脱的时间 那比如说它是可以在爬梯后穿 或者是离梯前去脱 但是我们要求最迟最迟 它去进入这个船舱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衣服 还有防护设备 全部都要着重完毕 饮水人报考条件相当严格 至少要有三年以上船长资历 了解各种船的特性 还要通过专业考试 通常拿到证照都已经不如中年 还得面对高风险 是这个职业最心酸的一面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虽然都说战火无情 不过书本可以传承好几代 接下来看伊拉克人 自发抢救文化遗产的故事 走过废墟 从瓦地堆中捡起书本 这是摩苏尔大学中央图书馆 当地最重要的学士心脏 在2016年被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轰炸后的样子 恐怖主义笼罩伊拉克多年 然而伊斯兰国的黑暗时代 并没有击溃各界 重拾文化的决心 战火退去后 志工进入图书馆内 抢救回境中 还没被燃烧殆尽的书籍 大家分工合作 有些人清理图书上的藏屋 有些人进行分类保存 死灰复燃的图书馆 为文化注入新生机 也让知识超越生命和恐惧 联合国也呼吁国际社会 伸出援手 帮助伊拉克早日恢复原貌 大爱新闻多则静兵译 南欧板块不平静 欧洲最高火火山 埃特纳火山 在21号是再度喷发了 西西里岛第二防蛮的 国际机场也被迫关闭 火山喷出浓浓烟雾 还有灰烬高达了10公里 目前火山口熔岩流已经停止 索性没有传出伤亡 机场航班也是顺利回复了 欧洲这星期还有遭遇到 第三个风暴侵袭 最新的富兰克林风暴 在英国已经传出了 淹水灾情 光是在英格兰北部地区 就发布了上百起洪水警报 70户人家被迫撤离 英国气象局 针对富兰克林风暴 发布了黄色警告 呼吁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节大爱午安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庭安盛心 我们再会